这次的国会下议院复会才一个多星期 行动党林丽颖和歌兵新被驱逐国会 而林吉祥的国会议员资格更被冻结 首相署部长示意林吉祥不尊重议长为理由 动议冻结林吉祥的议员资格 林吉祥反而说 这项动议才侮辱了议长和国会 反观过去的记录 2009年行动党歌兵新 还有2013年公正党书人登 也曾被冻结议员资格 此外安华早前曾说 冻结议员资格是愚弄和污辱民主制度 因为这阻止了民选议员旅行职务 其实许多国家包括英国 也有冻结议员资格的条例 然而面对什么样的案件时 一位议员资格被冻结才适当呢 而在林吉祥的案件中 到底是谁侮辱了国会 10月28号晚上10点 百个大家奖邀请了两位国会议员 分别是行动党的尼可敏和民政党的梁德明 跟大家一起谈谈 林吉祥被冻结国会议员资格是谁的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